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额赞助巡演费用 那弥先生乐团这一次到日韩的巡回演出 基本上是一个结合公司部门的资源 共同来推动青年外交的一种新的模式 那么对于鼓励我国的青年跟国际接轨 来支持新艺文世代拓展国际文化交流 具有多重正面的意义 弥先生乐团的行程记者会就在外交部举行 乐团现场演唱了两首歌曲 让众多外宾感受到满满的rock气息 驻台北韩国代表部代表赵百相 和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秘书长冰天龙也到场 预祝弥先生乐团演出成功 外交部次长施亚平勉力团员 借着此行增加自己的创作能量 也要增进国际对台湾的认识 肩负起青年外交的使命 台湾其实音乐原创的能量是很强的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乐团 也许还没有像五月天这么出名 但是呢 他们其实有很多创作的能量 那如果可以进行交流的话 事实上利用文化的力量 是具有穿透性的 其实上当然是非常的荣幸 这是一定的 然后曲目上 当然我们还是都会以自己的 创作的歌为主 那可能会请团员就是 大家多多学一些日文或韩文 然后可以方便跟那边的朋友 就是比较好亲近一点 对 米先生乐团预定八号到十三号 飞往日本东京福岡和南韩釜山等地开场 当地代表处也协助安排团员 演出控党的参访行程 外交部表示 结合公司部门的资源 可以扩大青年出国交流的机会 期盼民间企业多多响应 未来把更多优秀的艺文团体 带上国际舞台 彰显台湾的文化人实力